到底誰是最強棒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包含了像蔡振宇就呼籲朱立倫要小心 蔡振宇原是認為 首先他是提到了 侯友宜2024對抗賴清德 營業比較大 我們繼續順著看下去 他說郭台銘2019年初選失利之後 當時候批評國民黨 無民主氣度 應該道歉 朱不可以讓他一副 軍林國民黨的樣子 那就掛了 他提到了郭台銘2019年初選輸了之後 把黨政寄回國民黨相當沒風度 蔡振宇原認為呢 這樣子很像在甩鍋 他說鍋那時候退黨 講那麼難聽的話 要不要跟韓國瑜的支持者 說兩句 I'm sorry 應該要表個態吧 今天有時事這個評論 賴清德與郭台銘 他說呢 何以今日賴清德再戰2024是水到渠成 那麼郭台銘卻是落得 民不正 言不順 永明姐 郭台銘如果要到國民黨來參選 我倒是真的覺得他這次的障礙比上一次更大 因為上一次他只是說確實失聯很久 那你需要把這個黨員用一個比較特別的狀況把他找回來 那再加上他的聲望各方面對於國民黨的一項以來政治主張 甚至他也對國民黨的選舉有支持的情況下 我覺得上一次吳敦義在做主席的時候把他用一個方式 這個贏回國民黨讓他有資格參加初選呢 雖然有爭議可是我覺得那個爭議還不至於太大 但是這一次呢 我覺得朱立倫主席如果真的要讓郭台銘回國民黨 甚至我現在是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有一個初選 那如果讓他參加初選等等 我覺得爭議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蔡正元也點出來了 就上一次郭台銘的退黨 退出國民黨呢 給外界留下來他對國民黨的這個傷害 而且欠缺了民主風度這件事情呢 是很難跨越的一個問題 因為很簡單 上一次參與國民黨初選是他自願的 而且國民黨的初選是每一個要參加的人 都要去簽一個同意書 就是說我同意什麼什麼什麼如何 但是你如果每一個參加初選 結果沒選上的人就扁倒 說你這個黨很糟糕 怎麼樣就退黨 然後退黨了把這黨罵一通以後呢 過了一個時候我又說那我要回來 那你這個就國民黨來講 因為有又不是只有一個總統選舉嘛 有各式各樣的選舉 有各式各樣的案例 那你此力一開那問題怎麼辦呢 好那你如果真要解決 那他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那蔡正元當然有說 你是不是要說一句 I'm sorry啦 是不是要怎麼樣啦 我覺得可能不止於此 就是黨內也會有很多的討論 那朱主席也要有很高度的智慧 那至於呢我接著剛才靖平 對這個朱立倫主席的一個分析 我覺得政治是很現實的 不是你自己個人的情緒 或者是意志怎麼樣 像朱立倫很明顯的 他在上一次 如果就是2020那一次 如果說當時國民黨的提名的 這個總統呢 不要壓那麼後面 他提早一點 可能在就歷年前後呢 其實上一次的朱立倫 是有機會代表國民黨參選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民調 還相對的比較高 可是後來呢 因為有很多的波折 特別是那個時候的 柯文哲也比較強 那上一次2020呢 真的朱立倫出不來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柯文哲的因素 那柯文哲上一次比較強 可是相對的這一次 柯文哲就弱很多 而這一次的國民黨本身 我們先不把 先不討論郭台銘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郭台銘 跟國民黨的問題 還有很多的麻煩要解決 還不是看到一個坦途 可是單以目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有強棒啊 有非常這個大家通通都公認的強棒 而且那個公認的強棒 不是只有國民黨的人在講啊 連比較親綠的 連中間選 那個中間派的一些 並不怎麼青藍的名嘴啊 每個人各種民調 連綠 比較親綠的民調做出來 都是侯友宜最強啊 那國民黨明明有一個很強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有 不要有機會讓很強的人出來呢 這個不就是 國民黨向來的邏輯嗎 那至於說 所謂的協調式徵召這個問題 協調式徵召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行 或者空穴來風 因為什麼叫協調式徵召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 江啟成跟卢秀燕 在卢秀燕選台中市長 第一屆的那一次 江啟成跟卢秀燕 沒有做真正的初選 他們只是兩個人都有表達說 我們有意思要去選台中市長 可是還沒有進入真正初選的過程中呢 黨部就去做了一個民調 而那個民調呢 後來大家也都知道結果 就是江啟成只輸盧秀燕一點點 大概一點多個百分點 可是江啟成就非常有風度 他說我既然同意 做這種協調性的部分呢 那我就認了以後呢 因為沒有進行真正的初選嘛 那所以當然那個江啟成也願意退 那黨就可以徵召如秀燕嘛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 所謂的協調式徵召 如果是用這種方法 當然這種方法有一個前提 就是有意思參與的人都要像江啟成這樣的風度 就大家都要願意同意說我們不進行真正的初選 但是我們內部還是來做一個民調 那現在如果那個強弱差異很明顯的時候 其實你就比較容易說服 那這件事情我為什麼要說明這個是 因為侯友宜目前他確實是最強的人選 可是他要出來 如果是用初選確實有困難 第一個用初選的問題呢 韓國瑜的那個噩夢就很容易的提前爆發 所以我覺得大家現在藍營的心態 國民黨的人的心態都是說 拜託你們國民黨 你可不可以學習一點教訓 不要那麼蠢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上一次四年前犯的錯不要再犯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侯友宜很強 有意思要保護侯友宜的話 那我覺得起碼要考慮侯友宜可能是不適合參加初選的 但是侯友宜不適合參加初選 並不表示說 我們講的這種所謂內部做一個民調啦 協調性啦 大家看一看啦 心知肚明啦 並不表示這些事情不能做 那最後再回來講朱立倫 朱立倫他到底會不會變成一個心甘情願好的抬教者 然後把選戰弄好 我認為從朱立倫個人的政治利益角度 他這次一定會這樣做 他絕對不會去把這個選舉還有國民黨的提名搞爛 為什麼 因為不要忘了朱立倫相對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些人 不管叫做侯友宜也好 不管叫做這個郭台銘也好什麼的 他是相當年輕的一個 也就是說他就算這一次沒有參與 他如果真正的像2022這樣子 一步一步把大家覺得沒希望的國民黨一步一步的帶回來 你看現在國民黨的黨的支持度已經相當有起色了 他如果2024真的大公無色打了一場仗 朱立倫會沒政治前途嗎 對不對就算不是總統他也會有很高的位置 不要只看到2024還有2028 也可以啊對不對 對啊也還有2028 而且2028的時候朱立倫也還是比這些人年輕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以這麼年輕還有這麼有前途的朱立倫 他雖然在換柱的事情上 大家都認為他犯了很大的政治判斷錯誤 可是你用時間拉長用真正的戰功 你當然就能夠洗清你的這些形象的不利或這些錯誤 所以他還非常有機會 他竟然非常有機會 這又不是他什麼最後一戰 他幹嘛要很自私的把你的情勢搞壞呢 尤其是現在大家都還蠻看好國民黨 只要國民黨能夠整合出一組真正的強棒出來呢 那個各個民調都是說會贏的 那明明都會贏你為什麼要把他搞輸 誰能帶領國民黨向前走 其實呢對選民來說 誰能夠有那個guts帶領台灣向前走 能夠好好的解決兩岸問題 不要讓我們一直一天到晚覺得 以後的小孩當兵不知道兵役又要不要增加 好隨時好像有那種要打仗的感覺 我們要刻薄一下水神呢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呢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輸入我的推薦代碼就會有折扣喔